今天稍后在思想间距报我们继续为大家聊跟中国经济有关的话题 我们着重聚焦的是彭博社和纽约时报分别发表的两篇文章 彭博社这一篇文章其实是彭博商业周刊 整个这个封面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是怎样的一个封面呢 我们看导播能不能找到这一张图 他所展示的就是一个人可能是习近平手里呢 捧着一所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仔细看哪这个房子不是别的 而是一个蛋糕 但这个蛋糕啊上面奶油啊正在融化 习近平手里捧着这样一个正在化掉的房子 这个蛋糕啊其实一直是中国经济讨论中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词 把蛋糕切大 把蛋糕做大以及把蛋糕切好 这样的呢实际上是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手里捧的这一所房子很明显啊 是代表着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而这个蛋糕啊现在呢不断的在化掉 题目呢也起的非常的具有 我们就说这样一种挑逗性啊叫做Melt 但我们直接叫叫做崩溃或者叫做彻底是啊 崩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整篇文章呢也对于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啊 整个问题的形成以及可能的解决之道进行了一些分析 今天呢我们会特别为大家介绍来自彭博商业周刊的这一篇最新文章 此外呀我们为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报道 纽约时报的报道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呢如果看到中国的政策界对于中国这个经济形势的分析啊 往往会觉得可能情况没有那么差 哎中国政府也没有出手非常的激进 同时呢中国方面啊各种口径表示对于今年的经济运行还是有信心的 但是当外界把信心乐观的信号释放出来 当地的情况到底又是怎样呢 纽约时报的记者啊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些记者 就到中国的各个地方去进行了实地调查 现实发现的中国经济运行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在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中国的地产市场以及外界对于中国的经济危机是不是有所夸大 还是其实情况可能真的非常的严峻 今天中午十二点在华尔街电视这个思想兴趣报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 以上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其他的重要的话题 感谢给我们打赏支持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呢稍后有小杨以及有我呢 还有一系列的节目啊希望呢大家继续关注今日华尔街 以及华尔街电视的很多其他的项目 有卖团有甜点有金山有树树师 我闻有明月明月赵中华 谢谢这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 稍后华尔街联报继续为您带来过去24小时的最新消息 评论以及其他内容 大家好我是华尔街电视的小安 为大家主持一档新的节目 亚洲大眼睛 什么样的内容您慢慢看就知道了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于9月前往越南 会见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和其他越南领导人 那白宫8月28日就宣布 拜登将出席印度年度20国集团 与20领导人峰会后 对越南首都河内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 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就表示 两国领导人将探索促进以技术为中心 和以创新为动力的越南经济增长的机会 通过教育交流和劳动力发展计划 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在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和平繁荣与稳定 那其实早前就有消息暗示此 拜登可能访问越南 7月29日他在缅因州福利波特举行的竞选招待会上表示 越南领导人希望与他会面 随后他在本月早些时候 在新墨西哥州举行的招待会上告诉捐助者 他很快就会前往越南 因为越南希望改变和美国的关系 并成为合作伙伴 拜登就说他接到越南领导人的电话 他急切地想在拜登参加G20峰会期间会面 他希望将我们提升为 与俄罗斯和中国一样的主要合作伙伴 那由于美国对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强的 军事和经济影响力日益担忧 拜登在任期期间一直非常重视改善和扩大 与东南亚的关系 那与此同时 拜登及其助手也一再表示 他们寻求改善美中两国政府之间的沟通 以解决本届民主党行政当局 表示两国存在共同利益的问题 例如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 并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 那多年来 美国一直寻求加强与越南的关系 越南对华盛顿的嗜好 持谨慎态度 中国和俄罗斯长期以来都是越南的主要贸易伙伴 在宣布访问越南之前 本月少早时 拜登在美国总统度假胜地 戴维迎接待了日本和韩国领导人 举行了历史性的三边峰会 以巩固新的经济和安全协议 拜登一直致力于拉近韩国和日本 这两个历史对手的距离 两国都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强势 和朝鲜的核计划感到担忧 那俄罗斯消息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就称 越南不会为了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而选择与中国和俄罗斯断绝关系 他并强调 核内寻求在与大国关系中实现平衡 以保持其利益 报道就称 拜登此次访问的动机 是在其政府希望提高双边关系水平 与核内缔结战略伙伴关系 以及增加亚洲反对中俄的政党数量 美国在加强与越南关系方面的立场 似乎很熟悉 而且并未被排除在外 核内此前曾于2023年3月 接待了来自美国的最大贸易代表团 那一个月后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首次访问核内 宣布华盛顿寻求加强与亚洲伙伴的关系 并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华盛顿有意将与越南的关系 从全面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报纸就称 美国毫不掩饰其加强与核内关系的目标 是对抗北京和莫斯科 那消息报还称 美国国防公司正在寻求加强对越南的军事供应 这些供应主要限于海岸警卫队船只和教练机 那尽管美国专家多次透露 华盛顿和核内之间 与军工联合体有关的所有交易都将在各州 各州都批评越南人的人权记录 面临来自美国立法者的障碍 那俄罗斯报纸就指出 美国财长耶伦 7月下旬访问核内 反映出美国强烈希望将越南纳入美国的轨道 消息报还强调 近年来美国已成为越南重要的经贸伙伴 也是越南仿制品鞋类电子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 2022年两国双边贸易额约为1390亿美元 那根据这个指标 美国与越南的交往量排名第二 中国排名第一 那越南会否在美国与中国间选边站呢 河内与其邻国中国两国边境线长达约1300公里 采取非常谨慎和平衡的行动 以维护其利益 俄罗斯采取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美国加大对河内施压 要求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但遭到了越南方面的拒绝 越南方面甚至没有想过 要减少与俄罗斯代表的接触 那俄罗斯专家瓦莱里亚维尔西尼纳表示 关于越南和美国将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的想法 早已存在 但尚未付诸实践 越南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多层次伙伴关系体系 非常复杂 主要侧重于维持与大国关系的平衡 并补充说 河内无意与华盛顿北京或莫斯科站在一起 这意味着河内将尽可能保持其独立性 而另一方面 澳大利亚堪培拉新南威尔市大学教授 卡尔塞耶解释说 越南此前曾在2019年国防白皮书中承诺 不会支持一个国家对抗另一个国家 他并强调 将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 中俄之间的无国际伙伴关系 以及中国近年在南海对越南的威胁加大 塞耶也表示 越南将特别重视与美国的经济、商业、投资、科技合作 但不会与美国合作针对中国或俄罗斯 那根据BBC的报道 有分析就称 中国崛起后 美越两国不仅经贸关系、日趋密切 并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 有共同之关切 越南对中国在南海上的主权诉求 一直表达抗议 那早前在该国上映的美国电影《Barbie》 因为出现一张被视为中国立场的南海九段线地图画面 而遭到封杀 亦再次引发讨论 那越南是否会因为南海问题而转向清美抗中的路线呢? 答案或许未必 那最近许多研究指出 华盛顿计划拉拢河内并未成功 因为对越共高层来说 维系政权才是头号大事 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比尔海顿就认为 越南没有动力提升与美国的关系 而北京对此有所了解 美国奥瑞冈大学美越研究中心主任吴有祥教授也表示 对越共高层来说 南海的争端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样重要 他告诉BBC 他们越共高层讨厌这个议题 因为他威胁到政权的生存 这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 同时他们设法利用这个问题从美国获得好处 包括援助和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不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副研究员 哈里森普雷塔就认为 越南希望在能够的范围内与中国和美国保持友好 避免与其中一方的友谊扰乱另一方 他表示南海对越南尤其重要 特别是涉及到离岸能源资源 但是在于与中国维系政经关系 以及南海议题之间 越南需要平衡 他表示如果核内与美国的互动 被认为过于友好 或者支持被视为反华的美国地区战略 可能会冒着损害与北京关系的风险 而根据PU研究中心 PU Research这几年的调查 越南民间对于中国政府反感的态度 越来越深 该中心在2017年8月公布的调查就显示 越南是亚太地区国家中 对中国最无好感的国家 超过与中国不和睦已久的日本 越南仅有10%的受访者 喜欢中国胜于美国 而且PU报告也指出 将中国经济力量增长 视为坏事的国家中 越南排名第一 同时在被问到 对于习近平对全球国际局势 有正面影响 越南人是所有国家中 信心度最差的 分析越南社会反中氛围兴起 台湾政治大学越南研究专家 黄琼秋教授 一份研究也指出 在威权国家越南 公民社会缺乏 民间的反中态度 一直是由政府主导 近年来越来越加强 但他强调 越南民间反中氛围 并非中国崛起之后才发生的 越共统治越南后 操作越来越明显 甚至撼动越中关系 黄教授就强调 官方的中国政策 与民间情绪不一致 造成了很多矛盾 换言之 河内常需要面对 如何平衡 巩固民心 与国家利益的难题 那譬如 在反中氛围下 若越南政府 无力向北京要公道 民间对政府的失望 也会反过来 打击到越南政府本身 譬如2014年 中国将赚紧平台 HD981 移到越南认为 拥有归属权的海域时 民间爆发排华运动 南部的平阳省 许多外国工厂 遭到破坏 政府则采取放任姿态 2018年6月 越南民众认为 新推出的经济特区法 将优待中国 引发了数万名民众 上街抗议 震撼了河内高层 那黄新光就认为 现在越南人民 确实更倾向于美国 这是由于双边关系的 蓬勃发展 以及美国透过教育 在越南伸张的软实力的结果 但他也说 虽然有越南老百姓 对北京没有好感 但他们仍然尊重 中国文明和其经济的崛起 那你知道吗 德国智库 弗里德里希 闹曼基金会 驻越南办事处 首席代表 安德烈亚斯 斯托福斯 已就今年年初至今 越南经济增长潜力 在越南劳动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基于越南近几个月 取得的成果 越南经济将持续保持 增长势头 越南政府振兴市场 和确保宏观经济均衡 将起到重要作用 安德烈亚斯 斯托福斯就表示 今年上半年 越南GDP增长高达 3.72% 尽管低于去年 但在世界经济 仍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 这仍是积极的数字 那前7月 CPI同比上涨3.12% CPI平均增长趋势 呈现逐月下降趋势 那是积极讯号 表明2023年 越南达到将通货膨胀 抑制在4.5%的目标 而随着美国总统拜登 要出访越南的消息一出 8月29日上午 越南国家银行 越顿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暴 23963 较早日 8月28日 上效 21月顿 那究竟拜登此行 是否能顺利加强 两国关系 美国又是否可以提高 在越南人心理的地位 亚洲大眼睛 会继续为您跟进 谢谢大家 这就是第五期亚洲大眼睛 那希望听到您的意见 留言在节目下方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这期的热点深度 继续关注孙志刚 首先来看一段视频 安徽省进一步实施配套改革 5万多名基层医务人员 按照服务数量质量和群众满意度 实行全新的考核和激励方式 上面这段视频啊 五质量的视频是关注到了 安徽省的医疗改革 在视频里当时还是 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的孙志刚 介绍对医疗机构进行考核 考核的结果和 财政补助的经费多少挂钩 然后医院对每一个 医务人员的岗位绩效 工作业绩进行考核 考核的结果和 个人的收入挂钩 前一天的热点深度 我们已经为大家梳理了 孙志刚的履历 提到1980年代初 孙志刚研究生毕业 成为了当时难得的高学历人才 而在研究生毕业之后 孙志刚先是在 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 工作了两年 然后调到了武汉市经委工作 胡关正成为了他的伯乐 孙志刚由子进入了仕途 2002年8月 以宜昌市委书记身份 继身省委常委 年仅48岁 在2006年的9月 孙志刚离开学习奋斗 33年的湖北调任 安徽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 而在安徽 他最大的政绩就是 担任安徽省一改领导小组的组长 探索基层一改路径 其中综合改革药品 招标平台建设 以及基本药物制度 颇具影响 在2010年的1月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现场经验交流会上 孙志刚主抓的工作 被国家一改办多位负责人 称赞为安徽经验 我们就在2010年年底 看到孙志刚上了新闻联播 介绍安徽一改的成果 在央视露脸之后 孙志刚随即进京旅行 开始担任长达五年时间的 国家一改办主任一职 并一度直接是负责 江苏福建安徽 清海四省的省级 深化一改综合试点改革 在2012年的中国卫生论坛上 孙志刚是系统阐述了 一改的中国式办法 称坚持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作为公共产品 向人民群众提供的理念 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 基本原则 坚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 系统推进的基本路径 一改过程中 孙志刚力推药品集中采购 目的是为了降低 医药成本操作起来 却适予愿为 在2015年 福建三明市一改明星 福建省财政厅原副厅长 詹基傅就认为 药品省级采购重标价 是出厂价的好几倍 甚至几十倍 最终患者支付的价格 也是出厂价的几倍 甚至几十倍 这表明高药价和招标是相关的 换句话说 孙志刚主推的一改 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在2015年两会分组讨论上 针对委员代表提出的 医药采购和药品质量等问题 孙志刚是坚持认为 这是改革中的问题 而不是改革造成的问题 当前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 一共14个部门联合执行的医疗反腐行动 是席卷了中国整个医疗行业 新一轮的反腐 主要是涉及通过在药品采购 医疗器械及耗材采购等事项上 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贿赂等问题 而孙志刚通过担任较长时间的 这个一改办主任 现在医疗反腐倒查 把他给抓出来了 这个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而另一个说法是 孙志刚被查是由于贵州省过高的地方债 孙志刚正好在贵州基建 狂飙的那几年在任贵州 孙志刚在贵州当省长和书记 陈明尔搭档 以及后来当书记和省长 这个慎怡情搭档 相较之下 可能孙志刚比较好动 那就拿下 比较好动就拿下他了 在当前的这个中国地方债危机中 贵州即使不是风险最大的省份 至少也是风险最大的省份之一 在2023年的4月12日 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官网 发布了一则简短公告 叫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 仅依靠自身能力 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提到近期这个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财税金融研究处先后赴贵阳贵安 遵义毕节六盘税等地 开展化解贵州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专题调研 调研就发现债务问题 已成为了摆在贵州各地政府面前 重大而又继续解决的问题 但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 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 仅依靠自身的能力 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化解日报也在2023年的5月份 有一篇报道提到中国 穷困省份贵州已发出 需要财政援助的请求 投资者担心这是中国又一场重大 债务危机的预兆 华尔街日报是认为 中央政府将别无选择 只能尽力化解 从省长到省委书记 孙志刚主政贵州五年的时间 而贵州这个地方是有点不寻常的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方是一个高原的省份 在2021年GDP不足2万亿 在中国排名大概是22位 近些年来贵州除了不少进入中共政治局 甚至是政治局常委的高官 因此有媒体 因此称之为贵州为中共政坛的高地 中共十九大省栗战书入常 成为排名第三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进入政治局 十九大结束后的第三天 10月28日召科之日协任河北省委书记 另有任用 据香港媒体香港01的报道分析 贵州省是一个过去十年中共政坛上的高地 虽比不上福建浙江上海陕西等地 但比多数省市更引人注目 在孙志刚被查的消息公开后 8月29日据贵州日报的消息 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通报孙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与会同志一致决定坚决拥护 党中央的决定坚决用护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决定 这个徐林是接替孙志刚成为贵州省委书记的 而除了孙志刚 徐林这位人物在不同位置上的前任和继任的仕途 也很特别 比如徐林曾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而接替徐林的董英虎现在被查了 再比如徐林进京接替卢伟成为网信办主任 卢伟被查了 还有就是孙志刚 徐林到贵州接替孙志刚成为贵州书记 孙志刚现在也被查了 至于孙志刚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落马 恐怕还要等中纪委的官方消息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 新闻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